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1 6月18號這個中午 那在看梅林之前呢 我們先看本周的這個異界迷宮 好 那是這個虛空安之隊惡魔然後亡靈跟這個蠻血 應該是蠻好搭配的 好 第一層喔 敵方半場沒有幾方英雄的時候呢 敵方半場沒有幾方英雄 敵方收到傷害下降40% OK 所以說如果說你都是站在後面的話 對方對面會這個減傷40% 那應該也還好吧 不然的話就 放一隻鳳凰吧 因為有時候鳳凰會飛過去 所以的話 看一下 敵方半場只有一方 幾方英雄的時候受到傷害也才下降20%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是無腦安之隊 好 然後第二層 靜咒迷霧 10秒鐘開始 每30秒生成一次 這個跟那個主神勢獵的那個debuff很像喔 還是一樣啊 幾方英雄不能恢復生命跟能量 持續10秒鐘 不過這個應該也還好 反正那個世界樹枝葉如果有這個遺物的話就選吧 然後戰鬥開始第5秒 每15秒一次 幾方美名英雄有一個飛殺陷阱 如果5秒鐘沒有離開陷阱的話會受到傷害 也就是像安之這種站著不動的角色呢 就會受到這個陷阱的影響 不過還好 還好啦 應該是頂多就受到一次傷害吧 所以我覺得 這一次的三個 三個這個生命效果 應該是不會太棘手才對 好 那這是本週的生命模式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試玩一下梅林吧 那梅林這隻角色呢 他的這個對換流程是這樣 首先是你可以課金 那課金是多少錢呢 課金就是這個半價 半價就是49.99美金 那過了兩個月之後呢 他就會回歸99.99美金 那但是呢這個你無課要換的話 你就是再過 當梅林更新之後呢 再過52天喔 差不多快兩個月的時間 然後你就可以使用這個什麼 英靈幣呀 公會幣呀 高階幣呀 迷宮幣呀 去換 所以這個的換法的話 就是一般虛空萊克那個樣子嘛 那等到兌換期間又結束了 也就是說整整兩個月過去了 那梅林呢他就會出現在 高階競技場的兌換區 就在這個地方 高階競技場因為那個 這次改版他有說明嗎 他之後他這個梅林是 非現實絕版 所以說不會消失的 就跟亞瑟永遠在迷宮商店等你去換的一樣喔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就是之後 過兩個月之後 版本更新之後 梅林出來的過兩個月之後 他就會在這個高階競技場出來 那過52天之後呢 你可以使用 這個什麼迷宮幣呀 高階幣呀 公會幣呀去換 所以建議還是去把他換出來 因為梅林這隻角色應該是 後期應該是可以上場的 好那我們就來玩一下這個賞金試煉活動吧 這個試煉活動賞金試煉 好我們速度調慢喔 OK獎勵應該都是一模模一樣樣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第一關的敵人 第一關的敵人 哇很多控場的角色喔 好梅林不怕控我們來讓他對 對著這個奈拉喔 那另外梅林的話 他死掉可以 替一個人 這個有那個減傷的效果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其實還蠻想玩玩看一些 一些奇怪的打法 我們看上四隻角色行不行喔 好309的話 開場就會有一個這個 預言的效果 那在預言效果期間呢 他對面的人如果開大的話呢 我方就可以獲得護盾 可是 目前他 站隊位的這個 奈拉還沒開大喔 喔梅林也死不了呢 我想說 看可不可以梅林死掉之後 他他變成那個那個 貓頭鷹 要變了變了 他在他在誰 誰頭上落 奧登是不是 奧登現在現在獲得的減傷效果 喔 起飛 獲勝了 四隻角色獲勝了 所以 不過這是因為奧登跟這個 西瑞斯夠坦喔 好那反正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 賞金司令 敵人沒有那麼難 OK 那這樣四隻也過了 哇 這關有安之耶 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這個 阿塔利 我們也是 上個三隻就好了 上誰勒 薩菲啊 薩菲啊 好我們隨便上一下 其實我是覺得啊 有沒有辦法就是譬如說這個 這個梅林死掉之後 然後第一次死掉的時候他在那個什麼伊索德身上繞 然後他在伊索德身上繞勒 他可以幫伊索德 這個減傷扛不住 這是減傷可是並沒有防死 所以說 這個安之 炸下去之後還是 還是沒救 所以我是在想說會不會就是梅林的作用啊 就是 當他死 當他第一次死掉的時候 然後在那個 譬如說我們的主力角色 頭上晃一晃 然後給他一些這個短暫可以支撐的這個時間 然後呢這個樣子呢 這個伊索德暖劑完成之後 就大殺特殺了 好那看來這樣子 上四隻角色 這一關可能不是那麼簡單 畢竟有弱傷喔 然後還有這個 後面還有伊索貝拉 都是很痛的角色 更不用說安之開大 秒了全場 喔 這關痛耶 哇怎麼辦 這關怎麼辦 反正梅林就是全輔助的角色嘛 那我看我奈拉拉一下伊索貝拉好了 把你拉過來 喔拉你 弱傷一下子死掉了 哇 把伊索貝拉拉過來這麼好用喔 好 太大了 啊 欸欸欸 我們那個梅林 他活下來了 所以說梅林這一刀的話 應該算是克之安之 因為安之開完大之後呢 我們的梅林就 變成這個貓頭鷹 然後晃一晃之後呢 又復活了 但是他復活之後呢 沒有隊友也沒有用 因為他本身沒有 完全沒有這個傷害的技能 他的技能三招裡面 兩招是被動的 然後 只有一招是這個 把人家連起來 然後自己補血 對方也補血 然後把人家撐傷害 所以他是一個完全沒有 控場跟這個攻擊技能的這個角色 但是這個大招的這個護盾 其實也是有條件事喔 必須要他在開大招的時間 對方 什麼相對應的敵人 開大招才會觸發那個全體護盾 跟那個免控 但不管怎麼樣呢 梅林的那個能量 越多應該是越好用 因為這樣子梅林 不斷的開大 這樣子有機會觸發到 他在開大這個12秒期間 這是紅山家具的效果 多增加4秒鐘 這3秒鐘呢 如果說對方對應的敵人有開大的話 就可以獲得這個BUFF了 其實這個是梅林的功用嗎 這個 感覺上是其他角色這樣搭配太強了 因為梅林的動作真的很單純 就是補血補血補血 然後開個大招 開大招就是全體減傷25% 但是對面有沒有 有沒有 同時同時也開大 這個就比較不好撤喔 好我們 我們再看一下這一關 開場會有一個這個大招 然後連起來兩邊補血 然後順便幫人家扛傷害 309還可以連到兩隻角色 然後我們的梅林在幹嘛 好像 好像也沒有幹嘛嘛 好梅林要死去囉 飛飛飛 他在哪 他在誰頭上飛 哇 還是死掉 這個太強了啦 盧克雷蒂亞加上這個蝴蝶 安之甘涉 這關比較麻煩 這一關可能要打速攻喔 可是誰可以速攻 看來是萊卡要喔 這一關的話呢 狼人 狼人快速殺 這一關要速殺 這樣子我們來吸鼠炮好了 我們先把盧克雷蒂亞幹掉 盧克雷蒂亞是 是比較怕這個開場殺的 不要讓那個盧克雷蒂亞這個309後對方死掉 吃到BUFF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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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克雷蒂亞又又開大了 這樣子我方有沒有吃到護盾啊 好你快攻我也上萊卡快攻喔 OK不好意思接個電話 那另外剛剛那一關盧克雷蒂亞拼命開大了 所以我想說有沒有辦法這個讓他 對應到盧克雷蒂亞 我們先重來一次喔 重來一次敵人會復活 但是你不需要再打一次喔 你只要 他這個試煉之地呢 是說這個寶箱只要全部拿完就好 所以他是算這個寶箱的 所以雖然說你重新進來敵人復活 但是只要 只要這個這個寶箱有 有有拿的話就算是通過了這一關 好那我們就來讓梅林去 去對 對站在這個盧克雷蒂亞的對面喔 是不是盧克雷蒂亞頭上他會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符號啊 是不是這個東西啊 喔開大了開大了 在12秒之內吧 有8秒鐘 大家獲得護盾有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梅林站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的對面是盧克雷蒂亞 那我們看喔 當梅林開大的時候 看盧克雷蒂亞頭上 有一個這個這個綠色的東西 這個應該就是去 他去看喔 這個他對應的角色會不會開大 那盧克雷蒂亞開大快嘛 好開大了喔 是在這個12秒內 大家底下有出現這個藍色的條 所以現在我方是5秒鐘之內是免控的狀況喔 又來了 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 那個盧克雷蒂亞頭上 頭上又 又產生了那個符號 開大開大 大家又有護盾了 全部人又免控了 全部人又免控了 所以現在盧克雷蒂亞那一招這個 讓我方必殺技不能用的話 應該是消失了 好免控喔 免控5秒鐘 啊是5秒鐘過了嗎 哇盧克雷蒂亞還是強啊 行嗎 死去 好應該沒救了 這個盧克雷蒂亞已經 已經這個坑隊友暖擊完成了 好那所以說這個就是梅林大招的這個 這個特性啦 所以他開大招呢 也要對面的這個 敵人也要剛剛好在這個時間內 開大有用 才有用喔 那 這個梅林如果說 309的梅林 剛開始開大 可是如果被 阿塔利亞 然後斬的話 會不會這個 這個大招開不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喔 還是開得出來喔 阿塔利亞也沒有斬得比他快 然後我們看阿塔利亞頭上 應該是會有一個綠色才對 欸 有嗎 綠色的是 是 欸 沒有耶 頭上沒有綠色的 有有有出現出現 阿塔利亞頭上出現這個綠色了 所以阿塔利亞 阿塔利亞開大開太慢了啦 好 然後我們的梅林要變成這個貓頭鷹了 貓頭鷹他要繞在誰 誰身上呢 狼人的身上 他繞在狼人的身上 可是沒有辦法解 解控制 狼人依舊是被莫佐斯給 給那個控住了 只是說狼人現在是在回血跟 減傷喔 但是他還是被莫佐斯控住了 好 我們的梅林 基本上就只有普攻喔 他就只有普攻然後開大這個樣子 阿塔利亞你開大阿 阿塔利亞能量太少了 不會去觸發護盾 所以我們的梅林就是一個 算是還蠻坦的角色 但是他就是不斷的 這樣子連結補血 然後開大開大開大 哎呀糟糕 對面有這個伊索德喔 完了完了完了 伊索德暖機完成了 打不贏了打不贏了打不贏了 哇伊索德暖機完成了 好所以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 要用什麼角色勒 你伊索德 那我也伊索德好了 大家都有伊索德 喔 大家都開心 來 充啊 我的對應是誰啊 是萊卡嗎 歐龍死去了 其實我應該對應 我應該站在莫佐斯 莫佐斯其實開大開很快 稍等一下喔 來 莫佐斯然後我這樣吸怪 我可以把奧登吸怪嗎 好這個位置好了 來開大 來啊莫佐斯填我啊 你一開大的話呢 就會觸發梅林的效果 現在還在12秒內 8秒鐘10秒鐘填了 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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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了 大家都獲得護盾了 好 可是 可是還是輸掉了 是對面的這個伊索德開大喔 好 那我們還是站在奧登 看一下喔 剛剛是這樣站嘛 好啦站在奧登的對面好了 這樣子吸 哇奧登還是強耶 停一下 哇 這個奧登把我能量炸掉了 真希望我的對面是奧登啊 打得贏嗎 打得贏嗎 欸打不贏耶 那怎麼辦呢 快攻隊的話 還有誰啊 還是要用狼人嗎 安丹德拉 安丹德拉會切到奧登那邊去嗎 安丹德拉 安丹德拉 行嗎 哎呦哎呦好像可以喔 他去切萊卡 至少萊卡死掉啦 去舔我的生物空 非常好 舔萊卡 舔安丹德拉 可是安丹德拉現在有免控的護盾 安丹德拉可以耶 想不到安丹德拉發揮作用 再舔 可是有護盾保護 所以說他那個舔弓的話是會造成傷害 如果說本身你的護盾量可以扛得住的話 你就不會被控住喔 這是物理的 物理的那個技能通常都是這個樣子喔 然後是 這幾隻誰會先開大 艾魯爾的開大 亞瑟開大蠻快的 那站在亞瑟對面好了 那我也來個亞瑟 光光的話不好射耶 奧登很強 好吧 來個鳳凰吧 伊莎貝拉站在亞瑟後面 這個雷射砲也很強喔 好開大了 來吧 亞瑟趕快開大吧 好像還沒有 哇好亂喔 是我方亞瑟先開大了 哇現在已經過 過10秒鐘了 對面亞瑟還沒開大 過12秒了 好我們再開大 亞瑟你開大吧 亞瑟能量被我炸光了 那就沒辦法了 但是沒關係 就算對方沒有開大 這個在梅林的大招期間 全體還是會獲得 好像LV34 35%的這個傷害減免吧 好那這樣子玩起來的話 還算蠻順利的喔 OK我們來看一下梅林喔 他的大招是25%還是35% 35%所有友軍刷到傷害減量35% 哇那如果說對面 我方還上一些這個很坦的角色的話 那應該會非常站得住喔 好那這個是 這個是梅林的部分 那異界迷宮呢 異界迷宮我們也簡單推一下好了 我們稍微重新刷一下好了 喔剛剛那是無盡征途喔 好重來一下 看這一次是不是依舊是可以無腦 無腦過這個 這個異界迷宮喔 我覺得這一次的debuff比上一次 比上一次簡單的多喔 所以我們就來快速推一下吧 先借個傭兵 奧登喔 奧登其實蠻好玩的 可是有一隻就好了 好像不需要借喔 這幾隻我都有了 好那我們就用這個應該是 大家都都有的 然後 不能用鳳凰 我搞笑 不能用鳳凰 所以應該要上補血角色 我有借俄倫加納喔 就 我們就用希拉斯跟 跟魯米蘇吧 好這個樣子齁 來 哇 這是古王丟到那個 那個什麼魯米蘇喔 好 然後我們再來 阿塔利亞 阿塔利亞斬希拉斯 OK 好啦沒有什麼問題啦 他說那個 敵方陣營 敵方陣營沒有人的時候呢 這個怎麼講呢 減傷40%喔 但是安芝應該也是 也是一套集成喔 對 我們看一下齁這個菜單 對菜單 對減傷40%應該還是可以 我們想辦法拿到一個這個 加攻擊力的buff 應該傷害就差不多回來了 反正我們安芝的這個打法就是 一發不行打兩發喔 OK 然後 這個的話 我要選擇 堅韌意志 耗角也可以喔 後續10秒內造成傷害提升40% 好那般選擇耗角好了 拖台前的獅子喔 不真喜歡選獅子 每次打獅子都要浪費個幾秒鐘 等他那個鎖血結束 好追擊耗角 好 喔 哎唷 木盾強劇薄 沒問題 然後 我們就速戰速決吧 國王開場又要丟詛咒了 喔 水啦 OK 也是一樣嘛 一發死嘛 基本上 一發不死就兩發死吧 好那這樣子第一層就準備過關 希望拿到 我覺得希望還是拿到這個加攻擊力的這個 遺物吧 因為補血應該是補得回來喔 夢境靈環這個不錯喔 開場敵人就會睡去 這個好這個好 然後 哎呀 我拿了夢境靈環這邊有一個蜘蛛絲喔 這兩個就有點重複到了 好那我就選擇上將之刃 加攻擊力 因為那個夢境靈環跟蜘蛛絲還有那個什麼 天罰神服 開場 開場這個血血跟暈眩的 那三個你選一個就好 因為都是開場暈人嘛 所以他那個時間也不會累計 所以不需要說這個重複的 重複的這個這個遺物拿 拿太多喔 好到了第二層基本上 一發也差不多都可以搞定啦 好上將之刃 水喔那這個樣子的話應該傷害力就夠了 好然後一個是鎧甲一個是後排 減傷70% 兩個都不錯 兩個都不錯 我選擇後排減傷70% 因為牌甲的話是你要血低才會觸發喔 那後排減傷70%的話 我覺得前面亞瑟跟亞爾貝德還算安全喔 所以就選擇這個協同戰略吧 OK看有沒有角色可以借喔 佐拉斯 魯米蘇這個魯米蘇比較強耶 好換一下好了 我們來換一下309的魯米蘇好了 畢竟是補師嘛 這一次的這個陣容欠補師喔 這個不錯喔但是我已經有補師了 前15秒極速增加我喜歡 那這個生命效果提高60%就不要了 好換掉換掉 開場前15秒極速增加50點 這個很有感喔 50點快幾乎是75點雙子的這個 極速的75%喔 等於說開場就有一個雙子幫你開大這樣子 第10秒提升 要到第10秒 首次使用必殺技 算了暴擊會造成2秒暈眩吧 這有點像是Queen喔 3秒鐘回血哇我拿到好多這個 續航力的這個聖物喔 我其實是比較想要拿到這個加攻擊力的 不過沒關係有續航力 這個安安穩穩打也是不錯 第一關的話我們還是用這個樣子 反正我有借一個魯米蘇 強的魯米蘇在第2關用吧 到第3關依舊是一級死喔 佐拉斯復活了 但應該是還OK喔 炸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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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還躲喔 好第2關的話魯米蘇上 魯米蘇上然後斯克雷格薩菲啊不要 狼人喔還有誰 打老鷹 OK這個樣子 喔亂上一堆 我的那個大老鷹是鑽30喔 所以說他的暴擊也會造成這個剛剛那個遺物喔 等於說Queen的那個效果有暴擊就會被暈眩 所以說你看這個Queen的招式多強悍 我剛上一個大老鷹鑽30那個效果一直造成那個 那個在那個什麼天氣 殺暴天氣會有暴擊 所以對方就一直在暈喔 就是那個聖物的那個效果 好我們來看喔對方應該會很常在暈喔 一直在暈 會看到他頭上都是在冒猩猩 因為在砂暴天氣下呢 這個鑽30的老鷹會有這個 造成生命百分比的這個傷害喔 然後我們再加上背包 這一招很像那個 Queen的那個和樂狀態 距離重擊 己方英雄暴擊會造成兩秒暈眩 但是這個更強啦 因為這是只要暴擊就會暈眩 但是這個要5秒觸發一次 那Queen的那個就是說 他沒有冷卻時間 只要兩次暴擊他就會觸發 兩次暴擊他就會暈 所以說你以上那個埃隆老鷹Queen隊的話 你就上一些會攻擊出手的角色 一直打一直打 對方就一直暈喔 那這個是禁魔封印吧 敵方不能開必殺技 這個也很好用喔 但是因為我們控得住 所以說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好像蠻輕鬆的喔 上一次的那個異界迷宮感覺上比較困難喔 這一次感覺還蠻無腦的喔 第一關安芝 無腦過 不要打我臉啊 女僕這麼能扛喔 對啊第一隻安芝無腦過 然後第二關的話就 就是亂上嘛 什麼 什麼 戴蒙啊 愛奇歐啊 之類的 唉唷唉唷 血有點少耶 還OK 他剛剛好像跑過去 最後到處兩關了 最後到處兩關了 他結束了 OK 第一關 第二關 第二關血量有一點不健康 有一點危險 賺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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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暈啦 大家被控場 一直暈一直暈 好愛奇歐 快樂收頭愛奇歐 控啊控啊 有沒有一直暴擊 一直暈一直暈 一直暈 沒關係 人死沒關係 最後一關了 這個就不要了 哇 這一個不就是 這個速攻隊嗎 沒關係 我們可以換掉 換掉 我是臭蘇辣 好這樣子好一點 OK 好 這一關 不行不行不行 這個是 哇 我啊我啊我啊 OKOK撐下來了 安芝死掉就沒有細唱 還好希拉斯補一下 結束了 好 那這個就是這一次的這個異界迷宮 然後以及這個梅林的適用 那不管怎麼樣 反正他是個非限時絕版的這個角色 梅林是肯定要換的 那看你是要 立刻用這個49.99美金買 還是說你要等到52天之後 用這個兌換 還是你要等到60天之後 完全是在公會 對 這個高階商店慢慢換 都可以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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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